好 這時是我們七點半 現在其實時間不夠 好 然後非常感謝各位今天來參加 這次星期五 有一次的一個講座 那我想其實今天 各位對於自己的題目 其實剛好來講 我們在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有蠻多的一些共同的意見和看法 那當初其實我們在文化節目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源頭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台灣對於整個經濟 還是很長期的都是往所謂的 GDP生產期的這種經濟思維 在做發展 包括我們的政策 包括我們的家庭 甚至我們的教育都在強調有關於 我們必須要拼經濟 拼經濟就代表的是發大財 這樣的一個邏輯 可是事實上呢 經濟本身 終於在做一個部分的一個演作 我其實發現 其實現在全世界 自從2008年已經有喊笑了以後 已經有一整坨的思潮 在反思說 因為經濟本身 難道就只能是一種資本累積的模式嗎 難道經濟不應該有 是為了社會的需求和服務 為了比如說社區 要講社區的發展 它應該是一個 不應該是那麼大 一定要把全世界捲進來 也許有沒有可能是 用小型的社區型的 這樣的一個經濟體的一個運作 所以其實我們就看到了 非常非常多那種小型的 各國的都會有這種 開始在談所謂的 Democracy 就是經濟民主這樣的一個東西 這樣的概念 所以其實 勞正在一個 為公共人 為勞工者 倡議發生的一個團體 其實我們也非常希望 能夠把這個 國外這樣目前的這些市場 能夠慢慢的帶到台灣 大家引發一波 希望能夠引發一波 所以其實 從六月七月到現在 大概這裡就是第三場 在接觸有關經濟民主 這樣的一個概念 但是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今天特別來兩個 我們兩個 有關於經濟民主 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把它放在一起 來討論 所以今天的題目 就會幫各位分享 一個叫做公會 一個叫做合作進擊 我想公會大家都很仔細 對不對 我想台灣幾乎一陣子 廠後發工的事情 其實這幾年 台灣對於公會的發展 越來越重複的認同 大家其實從公會看到 這樣有勞動團結的 這樣一個影響 但是公會除了 除了這種所謂的 Fundation 這一群 寫長群這樣子的一個 福祉以外 公會有沒有可能 還有更多的 跟社會的連結 那這一塊其實是我在做 有關這部分的 就是我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 其實很多的公會 它本身會去支起 很多在地型的經濟組織 小規模的經濟組織 為什麼 從公會的角度來講 我當然是希望 讓勞動 尊嚴勞動的生物 這樣的概念 能夠在各個地方 活潑的發展 這對公會 整個人在想 唱所謂的勞學 其實是有更正向的意義 所以其實公會 跟合作社 其實 有比較多的案例 其實它是一種主力的關係 那它關係可能很多時候 可能 包括待會兒 我們的韓式寫避子長 可能會提到一個種子 公會裡面 他可能會去創設合作社 幫社員服務 然後待會兒可能 公益指引長 他可能會談到一個概念說 公會跟合作社 實際上 可以著手在很多地方型的經濟組織 去創造這種 我們在講 不管一下 用社區型的經濟概念來看 或者是把 它想像成是 公會的社會實力 或者是一個社會責任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想像 但是這些想像 在台灣相對來講 比較遠或多 比較遠或多 所以我其實是 站在一個 希望帶入一些新的思維 很多讓各位 今天 其實大家有新聞 很多讓各位 理解 或者聽到 有關於這種 不換的 比較不一樣的操作 去理解說 事實上 公會跟合作社 這種組織 我們在講的 雙重的旁邊組織 事實上 就有多遠的一個想像 好 那其實 從各位的介紹 可以發現 其實大家好 很多都是對老公跟經濟 這樣的一點點 有非常大的一個想像 跟期待 我想其實今天的講座 相信一定是非常精彩 因為其實這兩位 其實都是非常志願的講者 我們各自業 就是在公會 長期的 為老公 全力 環境全力在奮鬥 另外一個其實是台灣 專業非常久的 有關工作的發展 研究人員 所以其實 我想今天 從這個脈絡裡面 我想 他們應該兩位的講者 可以帶給我們 非常非常多的 關於這方面的一些 到底人家在怎麼做 他們是為什麼要怎麼做 背後的脈絡是什麼 也許都是未來的 我們可以參考 好 那我們先首先 先歡迎我們的 全國農業工會 合會的一個 民主長 韓志賢 韓哥 來幫我們開始 歡迎 謝謝 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晚上來參加 這個 講座 這個題目 其實不好 因為 台灣的 這個 實踐的經驗 其實 等一下 我報告的時候大家會不會看到 那 因為 進出他 要我找一個對照組 就是那個 前陣子 韓國瑜不是跑去新加坡 買水果 就是 他到了新加坡 那一個 NTUC 的 Fail Price 那 其實他就是 NTUC 這個 新加坡的主工總會 下設的 社會企業 那 等一下 有些都會做 相關的介紹 其實 這個 這個題目 其實 我覺得很可行 應該要叫我重現 來看 不過他 重現 事情太大 他現在要刷 朗幣跟女兒 可以收他 所以今天換我們 兩位 這個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這兩天這個 相應的這個 事情 他 人家這個才是超級貪工 可以這個 一次這樣子 拖運的 現在已經 9800 表示已經超過了萬條 開玩笑 那我其實 就是說要從公會的角度來看這個題目 但是 必須要比較 故事的 跟各位講 就是說 台灣的公會 他在這一個部分的想像跟發展 其實 沒有 沒有太豐富 原因是在於說 其實台灣的公會 他比較是一個 我們講說 從 經濟利益的立場 所出發結合的組織 因此呢 他在日常的 他的 事情 處理 或是 所謂議題的設定上面 他比較是在 面向著他場內的經濟利益 比如說他要去跟屋主做一些 跟會員的這種 勞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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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勞工的 這一個福利方面 這一個 協善 或是 像前陣子 常常的經濟利益 這種事情 那 因此呢 他花了相當多的時間 跟 這樣的一個精神在這上面 那 反而 比較 沒有說 等一下我問 對照主 或是 主工總會 來做比較 會看到說 在這個部分的發展是比較缺乏 那 這個是 我自己對於工會 所下的一個定義 那當然也是參考一些 學者 或是一些配合 那 其實簡單講 因為 照我們現在的 國內的 法律的規定 他 比企業工會的規矩 我下一張看得到 就是說 現在的 法律的規定下設的是 三種工會的型態 那 各位看得到 我都有各自的舉例 那 但是呢 現在最多的其實是 企業工會 那 職業工會 他其實人數是更多 可是 他在工會的 這個 台語工會的 運作發展商品 他其實 是被定位為 就是所謂的 勞建法的代代 勞建法代代 他不是一個真正我們說的 但他所定義的那種 工會的 這樣的一個意義 那 產業工會呢 他是 後來這七一八年 因為工會把他修正以後 新 新增的一個工會的型態 那 如果 我們看下一張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說 其實 我大概做一個比較 就是說 企業工會 他現在的一個狀況 就是他的規模比較小 那 之所以比較小 就是說 因為他是 以企業為單位所設的工會 比如說 以我服務的金融業官來講 這一家 A銀行 他有一千個零工 有八百個加入工會 那事實上 他再怎麼厲害 去招募他會 他最多也是招到一千個 一千個零工 員工或加入工會 所以他的組織工會 就是這樣子 那更況 假如這家銀行倒了 那 這個工會 也就不見了 就會這樣子 所以基底力量有限 那 產業工會呢 剛剛有提到 就是 呃 那個 2011年後 工會把新增以後的 一個新的組織型態 那到目前的發展 他還是力量比較 綠可 那產業也比較 低 那 而且 有些狀況是 就是 活練比較常見的 就是跟企業工會 有一些 我們講比較負面的進程關係 那 職業工會就更不用講 他 這一個 一些 一些狀況 那 那 這三角是 所有的人 有時候常感到基層工會 那 他的上位 工會 像 總工會或是聯合組織 其實也有他的問題 那 簡單講就是說 國內的工會的力量 他其實沒有那麼的強大 我們 回到 這個來看 這個 表示勞動部的統計 到去年年 你看 全台灣號稱 有加入勞保 是大概一千萬勞工 那一千萬勞工裡面呢 我們 把這三種工會 加總共也不過才336萬 將近337萬 因此呢 我們的勞動部 就宣稱說我們的工會總值率 有32.9% 那事實上呢 這個是因為他把職業工會都算進來 那可是剛剛 各位看到我那一張包括了職業工會 我們把他定位只是一個勞進口的代辦 他不是工會 那所以 理論上我們都會把他扣掉 扣掉以後呢 那如果單純看企業工會是15% 可是我們這個勞動部啊 投機取巧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國內的工會的組織 有一個很 很不好的規定 他是必須要30個以上勞動的組成的 才能夠成立工會 那你只能把勞動部這個15.2% 是因為他把一些 因為法院是 中 中 就是小型跟微型企業為主 大概 佔了97% 就是那個 中小企業的加速 所以他把那個不到30的企業都給他扣除 扣除以後 那因為分補變少了 所以 分子就有膨脹起來 所以 這個 換算出來的帕書就變這樣 那所以有些學者就主張說 這是錯人 那他們自己去 另外一套的孤斷 他們認為他們工會組織 只有板子7% 甚至不到7 那這只是讓對理解的話 其實 在他們的工會 大概的理論發展是這樣 那因此呢 他面臨的這些問題 就是 組織率不高 然後呢 工會呢 也沒什麼錢 可以在地做我們今天想要談的主題 就是社會企業 那另外呢 這個 非典型勞工 就是我們現在所關心的那一些青年人 那他們現在進入了就業市場 可是事實上 他們是 比這些有收到工會保護的勞工 更 更脆弱 因為 工會的初角是 沒辦法 延伸到他們 那 因此 是比 一般的勞工來講 更 一個弱勢 那 另外 就是 這是經濟導致關協會 就是他們結張的一個狀況很不明顯 大概是這樣 好 那 我 前面先講這個其實要 帶到後面就是說 那到底國內的這一些 不管是 剛講的 產業公會 企業公會 那他們平常在做什麼 那其實呢 大概都是在做這些事 大概都是這些事 那 如果要跟我們今天主題 能夠 後臉的話 其實是 就是所謂的 會員庞克斯這樣在舉辦 還沒有說 什麼 這個 公會 公會事業的籌辦 並沒有 都沒有 那 當然早期 有些公會 就是 總公會 當然想要去弄成勞工銀行 還有什麼 勞工福利社 但是後來都 失敗 甚至發生一些 違法闢端 那 那都是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都在那裡戲 那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公會 他比較多的心意是放在 這項 跟這項 然後 還有到這項 那 反而這一塊 其實是比較缺乏 那 所以這方面的一個 推動跟想像 就 比較乏善 那這只是 討論一下 都會參考 即便是主管 你看齁 我這個是 因為我這兩年都有擔任 新的市政府 他 這個所謂 新的市境內的 優良公會的 尋拔標準 你看齁 也都是這樣子 他鼓勵的 所謂的優良公會 就是希望你做這些事情 對不對 那 裡面也沒有談到說 公會也沒有 支援 或是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想法要去推動 所謂的 社會企業 反而呢 他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 這個 什麼叫做 社會參與的志願者 就是啊 因為在新北市境內 非常多的 職業公會 比如說 油氣的職業公會 然後 那個 泥水公的職業公會 對啦 那市民市政府 我們就去把他們 這樣的一些 技術性能 整合起來 然後去協助一些 就是我們講的 比較是 中低收入的家庭 就是說 他的房子 擴住的需要修散 然後就請這些 有相關職業進行的 職業公會 進來協助 那 因為你有來協助 所以你在新北市的 這個 六爺公會的 平均就會加分 這樣子 那這也是 因應現在 國內的這種 職業公會 很多 那 那 又 適量能夠 稍微的去 擺脫一下 他們 我們剛剛所講的 那樣 要自己把 代辦的這種 印象 那所以 主管先生們做的 就是說好 那我 我幫你們引導到 多做這些事情 所以 這也是 目前主管機關 在他們的想像裡面 也是 如果真的要勉強 想得到 就是這一塊 就這一塊 那我自己 其實 以前在 一些工會的 勞教我 自己會去提的 就是說 那不管是職業公會 或是企業公會 那你能做的 如果 如果是 會內的 會員 那你能做這些 專業的訓練 那 你如果要 評審保障 會員的勞動條件 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就是 多過工會的力量 去進行 他們協商 然後呢 一些 比較我們講的 是高危險的 那種 產業 或是那種 工作 那可能你的工 應該在這一個部分的所謂 預防跟善後 應該去加強 大概是這個 那 那會員的福利呢 跟我們今天主要相關的 那 你做的就是這一些 第六 跟 回國年 第六 還有第五 會員團購 網購 然後 跟福利合作 去辦一些 製作 相關的福利活動 或是第三 捷信的證明 那這一定也是 用網購 團購的形式 因為你大量的 購買這種母券 那 你當然 你可以去壓 拿到你 比較漂亮的折扣 那 簽訂特約商店 就是 你想像得到的 十一住行娛樂 都可以 那這等一下我會去 用三個案例來 就可以說明 那 當然 會進一步福利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去 創造一些制度化的福利 那 比如說 幫你的會員 去做一種 團購 或是另外的 好險 大概是這樣子 那 幾個案例的介紹 中鋼它是企業公會 那 全教總 就是那個 全國的教師公會總監 就是教師公會的一個 我們講 叫上級公會 那 最近也就是現在小弟 帶來的 就是整合的一些 進入業的公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這三個個案大概是我 為了這一次的 想做 我去 大概做了一個整理 首先 中鋼它的條件是什麼 中鋼 因為它是在高雄小港的一個廠區集中 然後老公集中的一個工廠 不是工廠 不是工廠 柏文事業 那 它的人數大概一萬年 那集中在高雄 所以 它會有一些 它的 跟廠商合作 比如說它跟光陽機車合作 那一層呢 它在公會的那一棟大樓 它會去展售 比如光陽機車新騎的車種 然後 然後 就是 它的會友可以來 來購買 當然是 比市價還低 然後 然後呢 平常他們也有這種 所謂特約商店 你看 從保險 進車剛才 那這種都是用 專案判購的方式 就是 比如說我現在 下個月八月 比如說 八、九、十 這三個月的話 如果 我都會來買機車 然後可以 搭起車幹 那另外呢 這個 公司裡面有這個 所謂的服務委會 職工服務委員會 那 也是可以去辦相關的職工服務委員會 那差別在哪裡 服務委會它主要的 做 就是 做跟 那個 一些 我們講的那種 跟 食 就是 吃的東西 的團購有關 工會 那 工會呢 本身他不做這些 大概 他們內部簡單的用作是這樣的 所以 比如說一些小農的 農作啦 或者是 一些 當地 農產品 或者是一些 我們 日常的用品 會用到的 那可能 把服務委會 就會去跟他們 做相關的 合作 那全教總 他是一個 總工會 設在台北市總工會 那 他因為在各地有 這個 當地的教師工會 不管是職業工會 或產業工會 教師的工會 所以呢 因為他在當地 他可以去洽遷當地的 這一些 跟十一住行 一六有關的 特別商店 那 進行所謂會員的團購 那 他們呢 比較嚴謹 就是 他們每年要去 製作更新 會員 也就是說 你必須試 比如說 新北市 這個 教育委員 產業工會 的會員 那 你才能夠到全教總的 這個網站 來 跨縣市的去買 或是 我想 我想要帶家人去宜蘭裏 那 剛好宜蘭縣的 教師工會 還有洽遷當地的一個 裏面 他去那邊 消費的教育會 所以 他們是 憑會員 憑會員 那 絕調總他目前 大概發完一個 會員 所以你看 也是一個 一個小區的 過滿力 那我們 全今年 又 沒有那麼 你看他們 略訓 略訓一籌 我們是 主要是 特約商店 然後 因為我們有 固定的 刊物發行 那我們就是從 這個 簽約的商店 我們去 讓我們的 會員看到說 你可以來 這一些 特約商店去 消費 那我們 只有 很 很簡單的 跟這一些 我們恰心的 特約商店 收取所謂的 刊登服務費 一年才一千 一年才一千 那我聽說 郭松剛他們 這種 這種 像專案談過 然後 結束以後 他們大概 還會 廠商 還會 給工會大概 3% 2到3% 的一個 這個 回饋金 給工會 給個人 治療 那這個 因為他們 集體消費能力 也比較強 而且 人數可能 就是都在高雄 所以廠商其實 這個 真相來也想要跟工會合作 那 因為我們也是 會員站在台灣各地 所以我們做的大概是 有點類似全校的 但是 平常我們做的比較好 那另外其實 我們的會員工會他們是 比我們有錢 所以他們呢 大概會 會利用他們每一次的 代表代表 或者是 勞動節 這樣的一個 時間 或者是 去做這樣的 所謂大筆的 採購 比如 登山的背包 或者是 行動電梗 等等的 那 這個呢 因為你是大量的採購 因為一次採購 可能就五千件 六千件 我記得我們有一家工會去買那個 Vortex的那個 外套 外面 他是外面市價的 好像是六折 人家賣一萬 他就賣六千 這個當然廠商他划得來 因為他一次就是 會賣掉六千件 到八千件 所以 這個其實就是因為 廠商他會看到說 這些工會 因為他有 剛講廠商有八萬 那全景有大概三萬 所以就 那中間是一萬 所以他們會看到說 一陣營工會的人去規模 因此 他們願意在這個價格上的優惠 或是一陣工會這樣的一個配合 甚至有的配型 那這個是大概目前 呃 國內的工會 常 常常在做的形態 但是 都還跟社會企業 張相別的 那 所以呢 就要來討論說 那到底工會 可能發展社會企業嗎 那我覺得 可能 要先從 去思考說 到底有沒有誘因 就是說工會 要做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誘因 那 我認為呢 可能 這三個 會是 工會如果想做的話 會是他們的誘因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如果去發展社會企業 我也許可以增加 我的會員 更多的福利 然後第二個是 我呢 可以裝入更多的會員 這等一下 那個新加坡 NPVC 也有相關的一個起發 然後第三個是 因為我做的這一些 社會企業跟這些外界的廠商 或者是一些 NPO團的合作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 其實被 擴充之類的 這個是我想到的可能的誘因 但是呢 好不好做 會不會有挑戰 還是會有 因為 如同剛剛我一開始 跟各位報告的就是 我們現在 國內的工會 他的一個 日常 在做的事情 其實跟這個 是幾乎沒有沾到的邊緣 那所以呢 他工會要做轉型 那這個轉型的金屬跟動 看起來問題是不夠 為什麼不夠呢 我跟各位講 在台灣的工會 他是以企業工會為主 那企業工會呢 他的專職的工作人員 我們簡單講叫客人 那可能就是一個兩個 三個 那很像全校總來講 他就是大概十來個 這已經是很了不起 那所以啊 工會他有沒有 能夠再 挪出相關的這些時間 人力去投入 這其實是他們要去庇護 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很大的考慮 所以這個就是 現有人的立法 當國 所以 要做這件事情 他其實有他的問題 那再來牽涉就是說 工會的資源 支援跟經費的一個配置 因為 現在來講 工會他其實 他其實他最大的收入 收入來 其實是來自 匯油的經費 匯油的 免疫的匯費 那這些錢呢 他能不能再有 就是 把他做一個調整 然後來 對動這些社會企業 這樣的一個實驗跟嘗試 其實 首先要先在內部去形成共識 那這個共識的事情 你看其實是要 要花一段時間 溝通跟討論 所以這個共識 如果沒有經歷的話 其實 以這個理事長想推動 他要面對這些 那理事長提了四年 兩任八年 如果他在看了任內 沒有搞定的話 那可能下任以上 不見得要更進 那可能又 這個人亡正熄 所以這個是 他要 我們國內的工藥 對展設計 也會遇到的挑戰 好 那 講完了國內 我們來講 國外 那國外呢 我先講簡單的 就是 香港 那香港呢 因為我們 跟他的交流 比較 比較久 也比較 比較深入 那 他就是 就是 因為香港的公會 歷史呢 其實他是 一隻叫公園 或者一隻叫 港九公環 這已經不見了 因為那是早年 國民黨 這個國共在那個 就是 判決不了歷史中 那 國民黨那一邊 他的勢力在香港 弄得一個 所謂港九公環 那現在國民黨 其實已經 這個 自己都已經自身安保 所以香港大概也是 他其實沒有 那另外一個就是 呃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成立 呃 一九九零年 就是 天安嶺事件之後 八九年 八九年 天安嶺事件之後 然後 他們隔年還是隔兩年 成立的 那個 鼓勵總公會 他們標本是鼓勵總公會 所以他們兩個的話 叫做 泛管 環節 泛管 公益 環節就是 公園搞了一個 總公會 那 泛管就是 那公會的成立 就是 公過選這個 首要目標 然後公益就是 他們除了 呃 會員的這一些事情 要處理出來 他們也其實面向社會 所以你看一下 嗯 零三年那時候的那個 基本法 奔三條 他們其實 公盟 都站出來 那包括最近的這個 呃 不管是從 第四年的那個 那個 雨傘運動到最近的 海中中 其實都有公盟的 一些主持者 在裡面的 這個 推動 那所以職工盟 他其實在公會的一個定性上面 他比較是我們講 戰鬥型的公會 所以 嗯 你問他說 欸你們也沒有做這些事情 我 我 我跟各位講 他們一定會跟你講說 這個不會在他們的 那 唯一能夠站在上面呢 是這個 就是 所謂的 在平均中心 但是在平均中心呢 他其實是 呃 跟港府的 合作 那其實台灣也是 有類似的模式 就是說 公會呢 跟政府有一個合作計畫 那 那 那 政府這邊就是 撥 撥進來一筆經費 那 那 那 他們 他們能做的就是 他們 在一些 比如說 像最近 那個 民眾被那個 白盜的 流氓打的 那個圓嵐 就是 在一些比較是工人 比較聚集的社區 一些地方 然後他們 圓嵐啊 或是 新冠河 或是 新界 那一些 他們會有一些點 那就是做了說 欸這些 香港工人 那他們 這些 需要 這種 學習相關的 技藝 那 他們就可以來放 這個 在培訓中心 那 工會呢 因為他是 職工人 他就是一個 所以 看不太清楚 就是他下面也是有很多的 各行各業的工會 那 比如說 清潔工的工會 那他們就會去 在這個 在培訓中心去 教導這些 這些 不管是事業工人 就是想要轉念工人 然後這些相關的 清潔的 這些 技藝工作的 培訓 然後 培訓完以後 然後還會去媒介 然後讓他們去 就是 所謂的 我們講的就是叫做 去舊的東西啊 就是說 你在我這邊接受 相關的技藝的訓練以後 然後接下來 國工會 在美育中心還會在 媒介道 可以找到 相關的工作 這個是 我覺得 我們可以在這邊 跟各位分享 那 再來呢 最後講的就是 這個有點好笑 因為 剛剛這邊我不是有講的 香港是世界經濟 金融的樞紐 也是國際公民的主張 那其實這 一二十年來 很多的國際狀態 他們也是為了想要了解 中國的那個 公運 那 或者是一些民工的 一些 所謂的調補 那他們 因為 不能直接進到中國去 因為現在 維吾 就是他們 這個部分是非常的強勢 因此呢 都是透過國內 給 香港的職工會聯盟 然後請他們 進到 長山黨 去做這些 相關國際公會 想做的事情 想了解的事情 那 因為他 職工我們接受這一個 這樣的一個戰略 那他們 去做這些事情之後 那 定期的去跟國際公民做相關的交易的報告 那 這樣一個 中國的一個 勞工的情勢 然後 或是 工會的發展 那 可以 更多的了解 那所以呢 你看 我為什麼放這下面 這張是幹嘛 這其實也是 國際公會贊助 而成立的 叫做 香港 亞洲 亞洲 家務工 工會 這個是成立大會 那 所以 因為香港呢 他其實很多的外景移工 那 特別是主要來自於那個 南亞跟東南亞 那 因此呢 職工我們就是 做這方面的這個 組織 然後成立了這樣的一個工會 那 那 這是 趴馬修 欸 對 這也是趴馬修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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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打完麻將呢有贏有輸對不對 那贏的人是不是很爽 所以呢這個講話這個是李卓人 那時候當時他也是立法會的立法 那李卓人是職工委的秘書長 然後呢他就 就是去繞桌然後跟大家進球 然後旁邊就有職工的這些夥伴就捧著捐款箱 因為你贏了對不對 你就很爽就捐個一百塊港幣 五十塊港幣多少都不居這樣 然後那天晚上我在現場見證 他們一共募了五六萬港幣 五六萬港幣 所以這個就是很有趣 那平常他們當然也會去一些 就像平鑼灣一些鬧區 然後去問一些特定的議題 然後捐獎之後也會去向香港的民眾去問他 所以他們其實很少接受政府的捐助 那他們跟自己下面的死會的 這個會費的收取其實也不高 所以他們這次很不客 那再來講新加坡 新加坡其實它是一個很特別的政治體制 其實我們如果各位都聽過那個 國家侍從主義 就是說其實新加坡的公會 它其實還是在新加坡 因為它是一黨獨大到現在 因為各位知道 新加坡獨立是1965 新加坡獨立之前就已經有NTUC 它一個都會有點沉溺 那這個當時為什麼新加坡獨立 其實獨立應該是 對這一個國家的人民來講 是很光榮 就是 可是呢 它當年是被馬來西亞趕出來 趕出來 那立功耀呢 當時就帶著這些建國的這些人士 然後來到新加坡 就是現在新加坡的地方 當時只是個小林村 然後在那邊順布獨立建國 那其實就是 那時候其實是領不了身 百費代子 那新加坡總公會 當時就是跟現在執政黨 那個PAP 人民行動黨 其實就有種非常深厚的 這種 我們講的這種 政治關係 革命情感 革命情感 你看 所以NTUC從建國初期到現在 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地位 因為呢 NTUC的幹部 他也通常就是 PAP的 就是重要的 國會的成員 或是政府的藥物 就是他們大概都有NTUC這個背景 那當然可能是因為他們跟 PAP的民行動黨 藏心情緒的這種政治活動關係 那PAP一直到現在是一檔一大 大概西方也應該是 就是那時候大家都有點在預測說 這個 後裏光耀時代可能 這個一檔一大會改變 可是後來好像還是沒有 到現在 你幫幫他還是很明顯的 到現在可能還是 PAP抓得很緊 那 為什麼 NTUC他可以擴充到這麼大規模 就是 因為國家龐大之類的 鼻祝 他有一個所謂的 這個 neighbor fund 就是 他有一個這樣的基金會 勞工基金 所以包括他的會所 包括他的相關 就是我們後面要接著講的 這個 所謂社會企業 其實都是 有這個 Leighbor fund 在後面的一個 地區 這是新加坡 總共很大 他現在大概只有14 還是15個 這個Number account 那 那用大了很壯觀 如果你有機會去參觀 就知道 早上有時候 那個 那個是政府給他們的 好 那我們 最後 我要講的就是 這 是不是這張 對 就是這張 這個是我在 冷靜地 去參訪NTUC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勞委會的副主委 叫 潘世衛 那潘世衛他 因為跟 新加坡總共一直有 一個 淵源關係 所以 那次的參訪非常的豐富 我們一團人 分成兩組 一組是勞委會的官員 不只是我們這些公會的 這些 在公會工作的人 所以我們就有機會去參觀看 NTUC 你看齁 在 NTUC 他就是為什麼他會去發展 那個所謂的合作社呢 他其實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使命 就是在這裡 緩和新加坡的生活費 就是平密那個物價 平密物價 那因為剛剛前面有講 NTUC跟這個 新加坡的這個 建國呢 這個 他是一個助力 所以 你看 當時就是由他 來出面 那當然是政府收益 就是說 開始來創辦 這個合作社 那 之後 你看齁 他們在創辦這個所謂的Fair Price 那這個Fair Price呢 他現在規模之大 應該是佔率是 大概是五次以上 就是 所謂的Fair Price就是 我剛剛一開始有講 就是韓國瑜這次去辦水果 那個超級市場 他這個是 非常的壯觀齁 他 有四種 一種就是 這種 一般的超級市場 那一種是 叫做Extra的這個超級市場 那一種是 像這種 我們常常看到的 這個 台灣也有這個便利商店 那另外一種是 所謂的Amline 那種 網路的購物 他有這四種 這個 平台跟實體店面 然後讓新加坡人 可以來這邊 Shopee 那 這個當然也是因為說 我舉那個Extra 這個超級市場來講 我們當你去參觀那個地方 在 用當地話來講叫 阿摩別 我不曉得各位知道那個地方嗎 他其實就是一個 大型的集合住宅 就一般的新加坡人 因為各位知道 他們有大概 83%的新加坡人 是住在所有的 這個public housing 就是公屋 那所以呢 那個地方的開發呢 我覺得他 這個我覺得他想學 一直學不來 就是 我要開發這個新市證 我呢 就會先把馬路拉好 然後基礎設施弄下去 學校啊 公園啊 然後甚至這種超市啊 然後地鐵也要蓋過去 然後公車啊 什麼都拉出來的 然後房子才去蓋 而不是讓這些財產先確定了以後 結果你的路是歪的 然後公車還要繞到 然後地鐵呢 你還要 你下了地鐵站以後 還要再做借口公司 不是 那地鐵就再拉過去 好 那所以呢 這個extra這個超市呢 他就設在public的這個地方 很大 我們看這張相片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那我們先回來看 那他的 什麼人 新加坡的什麼人 可以來這個地方消費呢 除了新加坡的 這個ntuc的會員 那會員大概 新加坡現在人口大概 五百六十萬五百七十萬 那 公會的組織率大概 百分之十 所以他的會員大概 五十六萬五十七萬 因為新加坡只有一個 唯一的全國的總公會 好 那你以為說只有這些人 可以進來消費 就是啊 這些人是基本的而已 就是 只要你是我的會員 那當然你就有資格 來我們這邊消費 那另外呢 他們還開放四種 第一種就是 軍警 軍人跟警察 那因為軍人警察 在很多國家 他是被禁止 成立公會 那第二種呢 就是 退休的公人 那退休以後 你不能說 欸 你就不能進來消費了 因為這些人 曾經也是ntuc的這個 會員 那退休之後 那一樣還是不可以 那第三種就是 家庭主婦 他們覺得說 雖然你沒有進到職場工作 但是 對於新加坡的 這個 成長發展是有所貢獻的 那第四種 我覺得很有趣 他 對於那一些 學生 他也鼓勵學生 可以來我這邊消費 所以 他也可以來申請辦 會員 那他們的小環 簡單就是 這些人將來 離開學校就是會 進入職場 那進入職場 他就是我ntuc的潛在 人會員 所以我現在呢 讓你要這邊消費 或有一些活動 或是什麼樣的 一些宣傳的 東西 你會看到 那你對npuc 你就有所了解 那以後你加入工會 你就會變得 比較自然 這樣子 他透過這種 所謂的福利事業 社會事業的方式 來仇辦 那當然他不是有這一個 包括他也有那個 他也有搞計程車的那一個 他也有自己的計程車的車函 他也有自己的計程車的車函 然後他也賣保險 comform 就是那個保險 然後 他也有自己的 什麼道路修廠 然後還有那個 路駕中心 所以 就是說npc 他整個下面的 附屬事業是 很可觀 那你看 1973年 他只是一個店面 30個公園 然後 10收900萬新幣 現在是 我就看不到 現在就是 10收18億新幣 他現在這邊寫說 超過6000元工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我上去看一下 他現在其實他受付員工在 整個fair price的這一些 大大小小市場 是超過9000的 9000的 受付員工 所以 他的事業運作價 他的市場不佔 那個市佔市率還越高 而且他獲利非常的可觀 那獲利可觀 當然他後面就會有一些 錢 他可以再轉過其他 我另外再介紹一個叫做 FIRST CAMPUS 就是 幼兒 幼兒園 幼兒園 他的中文不知道怎麼翻 因為他叫FIRST CAMPUS 那他其實就是在做一些 幼教小學的這方面的學校 然後呢 他的收費 你如果不來念我 NTUC的這個學員的話 你到外面的學校 比如外面的學校假設 要收1萬塊 那他這邊大概就是 外面收費價格的中位數 在第一個大概10到20% 就是在這個價格上 他是有壓力下 那他那一般的家庭的小孩 是念得起 不過 呃 老師的薪水 倒是 跟外面 沒有說 比較好 就是 一般般 一般般 那他大概可能 會不會不會是在 剛剛講的那個學隊的 評價 比較便 那這個 我們待會兒到看 FIRST CAMPUS 就是 他有多種 零售的形式 而且呢 他標榜就是 你看這四張 霸吉的 Extra 然後便利商店 然後網路的 而且他常常會有很多的 特惠的活動 比如說 其實台灣的家庭 我也在學 我有遇到 比如說 如果禮拜三 就是會員日 你如果來買的話 人家 要買100塊 你只要 這個80塊 類似這樣 而且他們有一些 特定的產品 就是促銷 所以 你如果禮拜五來買 你買我這10種 任何一種 就是 就要便宜這樣 他有很多的促銷的手法 大概是這樣 那 後面這個 分數的部分就交給弘益了 我先做這個請求 那等一下大家如果還有什麼 提問我們再來做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我們的 製作單 他是不是事實上 都給我們另外 我們今天 起了一個想像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 這種公會的團結 團結 除了我們跟資本的對抗以外 那我們是不是也有可能 透過服務 服務會委的方式 去促成了我們內部 的一種團結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對抗資本 是一種外部型的 我們通過對抗資本 去強化更多的勞動的權益 跟服務值 可是相對來講 整個公會 他其實是 所謂的服務社員 為中指 我們的會員為中指 那我們服務會員 會員有非常非常多的 社會需求 對不對 食衣住行育樂 也非常非常多的需求 但如果這些需求 他一樣要到外部的市場 也就是我們在講的 消費市場裡面去購 還是有可能 受到外部市場的影響 OK 所以其實 NTUC的模式 其實架構了一個想像 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 整個公會的人 人數夠多 我們是不是可以 透過內部的一個 集體的力量 去形成了一個 有機會去對抗市場價格的 一個團結性的 一個消費力量 這其實是 我們以台灣來講的話 相對是比較少想像這一塊 各位 新加坡人口多少 五百多 台灣勞工至少一起揪 OK 所以台灣某種程度 也許 再往下一個階段 公會的發展 我想其實可能 還會有滿大的空間 但是不過 如果 剛剛秘書讓我們想發一個前提 團結 團結 我們到底對勞工跟工會之間 那種團結的力量 有沒有辦法 用更大的一個架構去 放在一起 讓勞工 在工會裡面 是不是除了自己的權力以外 還能跟社會的責任 有更大的聯繫 那我想接下來就是 封印 台灣勞工與社會政策研究 學會警察封印 他會就這個部分 來探探他對台灣的 一個工會場景的觀察 還有有可能 有怎樣的一個發展 慢路跟走向 那我們現在邀請張洪應 那大家其實剛剛聽的那maker 那不錯 那我不用這樣 拍張 大家聽了 台灣的工會已經很低度發展 真的 很低度 我們現在說了工會 是有集體的 協商能力的這個工會 他剛才說的有大部分的職業工會那一宗勞健保辦事處 現在你們可能家裡面有很多 特別是很多比如家裡的主婦 比如說阿你我沒工會 他對工會的想像就是去保保健保 那個就好像農會在保農保一樣的道理 那但是那個是不是這一種 有一種把某一個群體組織起來 然後我來跟雇主協商 分享一些經濟果實這樣子 這一種的情談是很少很少的 那所以其實要談今天的題目 老實說有點跳躍 我意思說國外是 他這一部分已經做好 對他的位員談判各方面那邊 團結都做好 在這個基礎之下他可以做更多 做到一些等一下我們要講的一些 合作經濟的一些東西 進而發揮更大的這個社會的力量 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是有一點這個 我們現在來談這個題目當然有人說 我覺得那個會比較可以激發大家的想像 還有就是說激發大家對於工會這個東西 的一個想像 我們現在就是在台灣 尤其是因為像之前的這個 兩波的空姐的罷工 讓整個社會的人想像 工會他就是罷工 這種想像 其實是非常狹隘的 就是一個勞工的一輩子可能是碰到一次罷工 那他平常都在幹 或是一個工會可能一輩子只碰到一次罷工 那你就知道他平常 那平常難道他沒事幹嗎 我們做很多很多事情 其實是我們說的這個 像常鴻這一次的這個工會 那平常他們現在幹 他們難道每次幹 沒有 很多會都要去 我看到我們社會看到 你們覺得是很錯誤的概念 很錯誤的 那我們要來想像就是說 工會跟這個很多這些 不同這些思辨 這個 我先來說一個故事 這是我個人的感觸 那來看 2016年這個事件 呃 台化 台化其實就是台塑的一個子公司 台塑集團裡面的一個子公司 叫台化 台化在彰化 我們這邊有彰化人 對 啊 彰化這一個火車站 只要有人說 因為以前沒有高鐵 以前沒有高鐵 以前都坐火車 你只要那個到了中部 聞到一個味道的時候 就知道彰化要好 彰化火車站旁邊就是台化的彰化廠 非常的近 在市區正空間 那這個早就已經被整個彰化 大家都已經是忍受了 好 那我要看的是 2016年的時候 傳保團體 在918發動了三千人的遊行 那裡面呢 包括學生 包括醫師 包括各式各樣的家長 各式各樣的 那個 在彰化的話 我看是百年來的一件 彰化會發生這個遊行 我就想到了大概只有 更早 大概可能30年前的 那個 鹿港反 杜邦的 對 那個遊行 大家看看 很多內心人不知道 本來有個 杜邦 杜邦 大家知道 杜邦 美國有非常大化工廠 他在鹿港 要設廠 當時 那時候 也是 有這樣子的 威美 那你看喔 這一次遊行是幹嘛 大家知道 當然就是說 這個場的問題 大家要抗議 不要在 在這個彰化這個彰化場 造成的 彰化場受不了 但是 一個月以後 一個月以後 台化工會 發動 比你多一千人 四千人的抗議 你看他寫什麼 環保 勞捲 肉酸 現場 炒作為土地 強土地 這個 這個讓我對 我 我本身 對於那個 研究這個集體老資關係 看台灣的工會發展 我看了他各種的影響 我 我看到這樣的東西 我感觸很深 那你是要支持公開 還是支持網保 到底要支持誰 嘿 那這個問題 工作者沒有放進去 那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那時候後來 這個事情後來落幕 當然就是 張華先生 後來又給這個 市場這場沒有關掉 他又繼續給他營運了 你知道嗎 那 呃 是因為發生這個事情以後呢 環保團體 找我去 跟他們討論這件事情 這 這 這 你是一個這個 主張勞權的 團體 對不對 那裡面的這個問題 你說 到底工作組做到環境去 這麼處理 你在哪 什麼 其實那次去環境照文 找我去做得很好 還是要來 審問我 公開 到底是重要 也讓我思考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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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呃 我覺得這個 我後來思考的是 其實這一個工會 呃 那他保障他自己的 台灣的工會 因為是企業工會的結果 所以在這個先天的結構之下 在企業工會的結構 在企業工會的結構 先天的結構之下 他會 這個工會他就會在這個 這個 因為這個企業沒有 他就沒了嘛 所以他會以這個企業的存活 為利益優先 所以 提到這個時候 他會變成是 他會跟企業的這個利益 會站在一起 而且台化 我們說 台化 這個 欸這個很好玩 台化四千人 台化工會 啊 台化在台灣有很多廠 他這個四千人啊 因為彰化廠 只有幾百個人 三四百人 已經縮減了 但四千人都是全台灣各地的人過去 欸 台南 彰化 嘉義 高雄 全部 我們所有的城堂 全部都去 為什麼 通過什麼可以這樣去 大家都會 一種 修期語 他說 哇 這如果中華倒 其他地方就倒了 大家都活潮 一定要去聽 欸 然後甚至我知道 那個台化發生 他們工會跟環保團體 還發生衝突 一群 一群 欸 那時候在憲俄前面 所以 這個 這個讓我 有很多的哀思 說 那 那 我剛才說 台灣是這個企業工會 它跟國外不一樣 那 我就舉個例子 美國這個 美國在這一個 在1983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發生一個問題 也是 美國這個也是一個 煉鋼鐵的一個工廠 在華盛頓的時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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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了這個 烏覽 那它這個 這個工廠 反正也是 長久都在那邊 居民也受不了 在抗爭 就觀察 這個事情 但是呢 這個事情發生了 工會怎麼發生 美國的工會 你看看 1980年初發生這些東西 後來呢 因為它發生 環保團體的壓力之下 要停業 結果呢 那些老公都會沒工作 後來 美國的 USWA 美國的鋼鐵工人的工會 USWA 這個25分會 比如說 Local的 你可以知道 歐美國家的工會 結構都是這樣 因為他們不是企業工會 所以都是這種 而且他們 他們也沒有 他們也沒有 地方型的工會 沒有什麼 加州什麼工會 沒有 他們一工會一成立 就是全美國 所以他們 第25分會 就是那個區域的 他們就提 跟聯合當地的環保團體 來輔導 跟政府呢 這個 他們談判以後 就說 那你工廠 改善工作流程 然後呢 當然也修改法規 怎麼樣 來防治污染 這些東西 然後讓那個工廠 可以繼續運作下去 但是到後來呢 運作下去以後 過了兩年 到了三年 大概1983年的時候 還是沒有辦法 他們還是宣布說要關廠 宣布關廠呢 那 但是後來 有取得一個 就是要求這個 這家鋼鐵公司呢 因為他在工程公司 在其他國家還有廠 其他地區還有廠 所以要回饋這個地方 10萬塊 每一年10萬美金 直到 12年購 20 不是 對 就是這個 到2005年 那工會協助之下 這一些勞工人 也大部分的勞工人 也是找到其他的工作 那算起來 也是算是一個雙鳴 讓這個世界有落幕 這個工會呢 他也會對於這個 他也要 譬如這一些 有可能是說 因為他們這個工廠的員工的人 也都是住在當地 也是正名 也是住在那邊 那你怎麼樣想到一個雙鳴的方法 我也是污染 我也是會 我這邊也是受害啊 但是他又在那邊賺錢 又沒工作 怎麼辦 所以呢 那個 有發生這樣的狀況 那 可是喔 你看喔 大家知道前幾天 日月光 澳小日月光 日月光不是排放污水 對不對 他日月光 他有污水處理設備啊 但是他會省錢 但不開啊 因為他一開那個污水處理設備下去 一開下去 那個營運的那個成本 那很可怕 他們想說 那個最好不要開 所以污水就直接給他下去 然後呢 聽說是 環保局的人來調查的時候啊 就旁邊有個水管會加自來水下去 就變乾淨 那後來那一次就是被查到 可是你知道嗎 日月光有公費 有公費 但是日月光賺這個錢 當然是賺暴利 對不對 本來一付出的成本 他賺這個一定的錢 那日月光 他賺錢 員工也分啊 工費也分啊 對啊 大家都想講 很好啊 我工費內 我員工也會分到啊 那你是在一個企業內 每個團體組織什麼 發生的事情 我 我只要你 我只要公司有利潤 我便分得到 就OK了 我管你其他 我其實是賺這種 污染環境的錢 我們大家都分得到 所以你常常就會發現 特別遇到這種環境的時候 你工費 有 在企業內的工會 他的角色 就是這樣 所以 大家不要有時候 一想到工會 兩個就是 齁 就是一個社會進步的一個 象徵 不是啊 工會 在其他國家保守的工會 一大堆啊 我看滿是90 都是保守的工會 對啊 大家不要以為 一想到工會就是 喔 就是左派 就是什麼 最佑的 最進步的 不是啊 對啊 很多工會的包袋 他可能 很有站在社會進步的一個 是保守的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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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 其他納稅的時候 他旁邊 跟他站在一起都是工會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啊 是一種 後來就變成是一種 大家看這個生產要素 這個土地啊 勞工啊 資本啊 另外一個是企業才能啊 這應該是企業才能 這個 Enterprise 可是有一個idea 企業才能 這個我們大家都耳熟的耳熟的 大家念過經濟學 都知道生產要素 所以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四個 一定要好好的結合在一起 才會讓企業運作 盡得 產生利潤 對不對 所以你看啊 華航 華航罷工 就是一個 空母員罷工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最明顯的 你看啊 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 你企業有再多的錢 再多台的飛機 擺在那裡 我跟你說 你少人其中的一個 那一本 永遠就 你就沒辦法預作 你資本家有錢有用嗎 請問你一百億 你有一百億的現金 放在那裡 又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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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 努力 幫你 把這些東西 透過你的團隊合作 那你也沒有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這個東西 但是呢 我們現在 相當傳統的勞主管心裡面就會說 好 那這個勞動力呢 為了不要讓它過度使用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這幾個生產要素 譬如說 這類的土地就是環境 我們照理來說 因為很多企業 他為了要賺錢 他個人就是 我就濫用 我就濫用這個土地啊 這個 反正就是 勞工呢 你活過十天就好了 我就賺錢 活過十天就好了 活過十天就好了 可是我們把你抄到十天 但是為了要讓它 你能夠 第二個的話 那當然有很多 譬如說這個就是工會來保護 集體的力量來保護 讓資本家表演 但是你可以看到 這種生產要素 我們這個資本主義的螺族 就會出現 大量生產 然後呢 要大量消費 大量生產 再大量消費 等一個經濟循環 就是微經濟成長 然後呢 企業就會有利潤 企業有利潤之下 如果勞工又能夠分享到 那這個循環 就會一直持續的下去 就一直直接下去 所以呢 勞工的分享 在這一邊呢 工會扮演一個調整 但是如果工會 就我剛才說的 工會你在裡面 如果你在這個切笛 有分享到的時候 你就滿足了 你不會去思考這個 前面的整個資本主義的東西 那這樣的思考呢 事實上是在大概19 不管是二戰後 還是 逐漸的就是有一些 所謂的 比較有運動型的 你說它左翼 還是什麼樣子 就會覺得說 二戰以後 特別是大概1908年 1909 所以那個工會的發展 慢慢的它走向的保守性 工會它只是局限於 我只要在企業內 都增到利潤 就夠了 照顧委員就好 我不用去想其他的 你看 雖然台灣的工會 即使在企業內的利潤分享 公平分享上 都還做得很差 這個我剛才說的 這都還很差 但是我要說的是 即使你工會很強 很好 都增到 你還是在這個邏輯裡面 你還是在這個邏輯裡面 好 那你來看 這一個 我們剛才說的 這幾個生產要素 都是很正貴的通貨 那你如果 你勞動的部分呢 可能就要透過 工會集體的保護 或是用集體 擁有所有權的方式的 合作設 或是用法律來保護這個勞動 好 你可以看到 大量生產 大量消費 這樣整個為經濟發展主義 一直蔓延下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遇到環境的問題 你看 這種 這我隨便舉例的 你可以看到 他說 2025年以後 這個海洋裡面的 塑料品 就是這個 保特品 會比魚還多 這樣你就知道 大量過度消費 大家可以看這部紀錄片 在中國的整個塑膠原料 全世界的這個塑膠 更一定要都到中國去 全部到那邊去 還有這個過度消費造成的卡戰 資本主義的 鄙系的系統 就要透過這個 不斷的循環下去 那你工會在這一邊 有扮演任何的 有扮演反思的功能嗎 其實齁 在歐美的這種 企業外的工會 比較有可能會思考出來 這個不是這樣 那 我現在來對比一下 其實台灣 可能大家很多人不曉得 其實呢 因為我們台灣的工會 是在企業內 就是企業工會 的層級 歐美國家都沒有這個層級的工會 我剛才跟大家說 歐美國家包括中南美的事 他的工會 就是全國性的產職業工會 他沒有什麼福特汽車 工人 這回事啊 沒有這種工會 他們就是美國汽車工人工會 然後呢 福特汽車裡面的工人呢 等於是說 我請美國汽車工人工會 來代表我去跟資方談判 是這樣子喔 他的概念是這樣子 他不是說 我要組織一個 獨特的 汽車工的工人 不是 他說 我請 那個 美國主 但是因為知道 美國汽車工 美國汽車工會 就好多個人 不是只有一個 所以 是這樣子 概念 那我要說的是說 有企業工會層級的國家 在世界上是很少的 但是很不巧 都在我們的附近 日本阿國 二戰以後 才有工會 二戰以後 被設定在企業工會層級 那我要說日本 大家來看這個圖 OECD公布的最新的 你知道嗎 日本的工會組織率 他們叫工會密度 Union Decimit 17% 比美國還高 美國很慘喔 百分之10喔 美國的工會 其實他的主治率 是逐年代下降的 現在已經很慘到百分之10 那你去看 北歐國家 前面幾個都是北歐 歐洲國家 90阿 六十這些東西 那你看喔 這個 你看喔 日本的工會主治率 百分之11還高於德國 而且日本是企業工會喔 日本是企業工會 所以你也可以說 日本是一個 其實他的工會發展 還蠻強的喔 但是他是企業內的工會 封田汽車工會 300阿 工會 這樣子的工會 那日本呢 大家都知道有名字叫春痘吧 春痘 不是那個雲門 雲門那個 跳舞 雲門舞級 也有春痘 那是跳舞 日本為什麼要春痘 很簡單 因為日本的會計年度 是從四月開始 所以呢 日本的大學開學 就是四月底五月初 他們畢業是四月底 他們這五月 所以日本五月初的時候 就是他們開學 跟企業西先人踏入社會的那一個月 所以就是櫻花開的時候 多有朝氣啊 櫻花開的時候 大家就是迎向這個 這個美好利益階段的人生 可是他們在 好像是春天啦 但是他們在每年二月的時候 就會提出來 在二月三月的時候 他們就是所謂的春痘 這個聯合 意思是什麼呢 他們日本的聯合 叫聯合 聯合就是那個總工會 他們每一年固定的 會提出調新的要求 然後日本的最大的資方團體 叫 這個 金團聯 金團聯 是他們資方的團體 然後呢 他們呢 也會回應這個 這個聯合之間的訴求 然後來主動宣布 然後來宣布 來聽著他以後來宣布說 我要加薪多少 你看喔 金團聯都主動喊 要加薪版第三 嘿嘿 嘿 對啊 他主動喊 冷靜姐 意思是說 你 這個聯合公會 我答應你的 就是這樣 大家不要太 日本公會 他們這個所謂的春痘 這種加薪的 其實已經變成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很儀式性的東西 不是我們想像的那種很有 火藥味 好像我們那個罷工那邊 他們就是有很儀式性 真的很儀式性 譬如說他們聯合 在各地的分會呢 大概在二月中左右呢 就會呢 拿出一張 類似一個 一個書面的東西 然後就去交給他們的 那個地方的資方團體代理 比如說 這是我們的要求 你們回去參考 那他們過了幾個月就好啊 那我就答應我的要求 或是減少一點 譬如說呢 Suzuki 這個是Suzuki Suzuki的 Suzuki的這一個 比如說Suzuki的這個工會呢 2019年的時候要求提出月薪 每個人要加薪三千塊 然後呢 年中獎金呢 是要6.1個月 然後他這邊有寫到說 2018年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說要調薪三千塊 然後是六個月年中獎金 結果2018年的時候 他們資方的就是 金團聯他們的回憶就 那就是加薪兩千四 然後也是六個月年中獎金 其實不會差太遠 我的意思是 你來看 其實都會稍微那個 資方就是 都也會答應你的要求 我的意思是說 他 因為日本的工會 已經非常的自私化 然後他在企業 那當然這個有跟那個 日本的勞資關係 有很特別的 可能 這我 我沒有再講的很詳細 就是 日本的那樣子企業發展 的三大神器 我要跟各位說一下 叫做 三個最重要的支柱 就是企業工會 終身雇佑制 還有一個就是那一個 那個叫做 就是那個 浪漫挑釁的那個 年中 這個行氏 這樣子 慢慢都會加強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企業工會 其實 在企業內的利潤分配 已經變成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沒有想像的 我們其實想像這個是 戰鬥性的 這時候也把你認為是一個 自度性的協商的角色 所以你要求 要大概大家會 那你現在看他們勞工會不會提出太大的要求 不然這個風田新的倒了 大家都沒好處 所以他們也提出了這個東西 覺得可以 那勞資狀況的共識很容易就達成了 大家繼續 大家知道日本的員工都是 日本的勞工都拼命在工作 我意思是說 是這樣子 他們達到你們勞資的共識 這是他們共識的行程 然後去經濟的發展 但是我又說的是說 他們做到這樣子 但是呢 我剛才說的 這就開始出現問題 就是我剛才前面說的 這個工會他已經慢慢的去 他的角色就是在這一個企業內的利潤分配 他們有思考更大的問題 我要說的是這一個人 叫嚴根邦曉 嚴根邦曉呢 他是在1965年等於是說在日本 大家知道日本左翼運動的退縮 也不是說退縮 一個最大的高手就是在安保 安保 安保鬥爭的那個時候 那那個時候大家知道 那個安保的鬥爭非常的大 然後後來整個日本左翼運動 從那個開始都往下掉 日本還出現那個 大家知道日本還出現那個刺軍聯 那個時候後來還有刺軍聯 刺軍聯大家知道嗎 就是一些年輕人比較有共產的那個時候 還去做武力的 武力對抗 武力也是拿槍 在那個時代拿槍去做對抗 而且還殺到外國去 不是只有在日本人 他們還殺到射列去 對啊 但是這個東西在日本當時的生活 後來沒有被你接受 這樣子 那我意思是說這個人呢 這個年根幫小孩 他當時是一個左翼運動 他在安保抗爭以後 他認為他左翼運動還要在幹嘛 他認為工會 他後來想說他要回到社區 他想要做什麼 到底要做什麼 譬如說大家要反回這個東西 我進入社區可不可以來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 後來呢 他其實一開始是想要透過工會來做 他想要透過工會 他本來想要透過工會 他有說在東京那地區一樣的工會 他發現這些工會 已經被吸納進去剛剛我們說的那個體系裡面 他不會再去反思這一些更大的社會改革議題 或者資本主義發展的這種問題 因為我不會再去思考 反正 這樣 我如果講直接一點就是說 他已經被納入那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購買結構裡面 工會有錢 反正我都分得到錢 我都分得到啊 我生活都可以獲得很好 我管你那個企業是怎麼 錢是怎麼賺的 或是怎麼樣 大量消費大量消費 我不管 銀行甚至去詐騙 然後獲得高獲利 這些東西 I don't care 工會就 可以照顧我會很無力啊 資方都有承諾 每年給我加薪百分之利用 我還要什麼不買 他認為就不能這樣子 這個人呢 後來他就去 他當然啦 他後來就走去社區 後來當然也 我剛才說 他本來要從上班族著手 後來他就 他就從上班族 他就發現我啊 現在日本 上班族 那些都沒有時間 或是被吸納進去 他 唯一可以接觸到這個家裡的主義 所以呢 他後來這個走路設計 變成一種消費主義 來改革整個資本主義 那 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可以去看這本 從329瓶牛奶開始 這是他寫的書 那 主務聯盟 把它翻譯出來 大概20年級 就把它翻譯出來 那我覺得這本書 其實 很少人看 我覺得這個大家如果 這個 蠻有批判性的 蠻有批判性的 雖然他寫這本書的時候 大概大概1990年而已 但是呢 他從那邊講他整個裡面 他認為他的反省 他有左翼青年的反省 我覺得他後來 你看他後來1965年 現在有30萬人 這叫生活Club 生活Club 俱樂部的 現在有 在全日本有30萬會 都加入主務聯盟 然後呢 做共同購買 共同購買 大家想說 那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現在大家要網購 對不對 結果結果網購也是共同購買 他覺得不是 他事實上是要 他的背後是要去建立 新的 產銷秩序 他去扭轉資本主義 大量生產 大量消費 譬如說他這種計畫性的消費 計畫性的生產 很簡單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 現在主不了 就是慢慢做 譬如說 他說 他會事先登記 請問一下母親節蛋糕 大家會員要買幾個 30萬會員 一人登記滿一個 然後呢 他在一個月前就登記了 30萬 然後呢 我找了賣蛋糕的那個 譬如說 我都幫大家篩選過 就是那個最好的品 大家沒得選 我都信任 所以呢 我就跟這個蛋糕店說 我要30個蛋糕 你就做 就這樣子 這個時候你想想看 對消費者有品質 對生產者 為什麼 生產者不用說母親節到了 我就開始說 好像會生意很好啊 所以我都拚了 不然不出去 去做廣告宣傳 然後搞不好呢 今年消路得很好 但是明年沒有人買 可能5000個蛋糕要丟掉 然後呢 你想想看他要推估廣告 要進貨 這些都不確定的 這些都對業生產者都不確定 對不對 但是他這個人 他們要做這種 生活club 這種共同購買 其實背後就是 他覺得 因為我這樣子 對於這個生產者也是好的 對不對 反正我就是做生產 我進貨什麼都確定 而且我一定都賣得掉 對啊 他也減少浪費 這不是應該要這樣 這不是我的傳統 在資本主義生產 好 現在來看 好 這個 我怪了什麼 譬如他的 我是把他稱為他 叫生活左派的模式 他認為 他對於叫勞資 分張資本主義的大筆 這種東西 他已經開始黏露的時候 而且他認為公會運動 是脫離整個生活的 他認為 是脫離生活的 你看公會 那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他認為賺錢以後還要再消費 這才是一個完整的人 當然他認為那個公會運動 才能去存活 那他認為說 為什麼不能有一個運動 是要靠自己來生成這個資金 來出現 譬如說 他剛才說的 市場消費什麼 所以說生活協同 這樣日本叫生邪 生邪 所以剛才說生活協同會生邪 就出現 去從整這個生產跟消費之間的關係 是這樣子 那他30萬多元 你就是知道他30萬多元 的那個影響 他跟一些農民 直接就是簽訂這一種購買關係 當然 他當然是最早從300多元的牛奶鮮奶開始 他是從這樣子的 那我覺得這一種 這一種東西可以看出來 這個運動的能量 那 那 你來看 這一個是這一個 英國的獨角色的勞動和作者 那這是一個超市 這是一個超市 那他們這一個 69名員工 共同擁有這個超市 然後他們自主勞動 裡面沒有老闆 那 大家都是老闆 大家都是老闆 其實大家都是老闆 那他們就是去分享 去討論 他們 大家互相的分工要做什麼東西 你可以看到 這是在英國的一個社區 一個社區型的超市 社區型的 要服務當地社區的區域 這樣子的一個 那 我們可以來看到 我們來看 這一個 你要怎麼挑戰這個 為經濟成長官的發展 你看 我剛才說過去 因為是資本主導 大量消費 大量生產 利潤 那我們工會在這邊 可能就是扮演過去傳統 就扮演這一個利潤分享的角色 那 你如果要翻轉這些東西的話 譬如說 你的生產 就要民主化 生產組織要民主化 生產組織民主化 比較輕度的就是譬如說 通過工會來集體協商 通過工會集體協商 讓資方的力量跟你對比談判 分享的果實 比較有分配正義 或是說 你就把 你就組成勞動 你就用合作社的方式 去共同擁有這家公司 也是 也是一種生產的民主 然後 第一論 要分享 以後呢 這個計畫的消費 這個樣的循環 他覺得才是改革整個資本主義 那 那當然這些有勞動來組繁 那 我剛才說的 這個 因為你在企業工會的層次 企業工會的層次之下 你非常的 就會變成一個 你比較被動式 你只是在思考企業的利潤分享 怎麼讓企業賺錢嘛 對啊 那 賺大錢我就可以分啊 就可以分越多啊 他的思考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也是要說 其實台灣工會 光是說要得多公平而分啊 目前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談的可能都已經是 50年後的台灣好了 下來就這樣 那這棟歐美的產職業工會 它具備有全產業跟全職業的視野 譬如說 美國汽車工人工會的理事長 他的視野呢 可能是跟 GM汽車老闆的視野是 比他還高的 他可以看到全美國汽車產業的發展 是道理上往事化的 然後呢 我這個工會我要怎麼樣來幫我這個會員 來爭取 他應該有權利 他不是只是關七舟 這個七舟的廠關掉而已 他是一種全產業的事 我覺得這種事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一般 這我們台灣的勞工 因為我剛才說的 工會組織的發展問題 他沒有辦法拉到這個 你才有可能再去挑戰整個資本主義的 很正常 而且你才有可能進了去協助發展 譬如說 因為這個 社區型的消費 合作社啊 譬如說 剛剛說的 像那個 剛剛新加坡的 就有點類似這樣 為他的會員服務 很簡單 所以我就開一種 我會員服務的武力社 那也是這種狀況 讓我幫你去溢家 你還去談 這極點的力量 總比你自己一個人在那邊 在外面的商品化的市場 被人家宰治 好啊 對啊 那這個 你才有可能協助這些發展 甚至有些工會 會促使工人的作社的出現 就生產組織的民主化出現 這個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說 那一個 其實等一下會講 就是說 就是那個Green Tax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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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x 美國 哪一周 美國有一周呢 就是呢 他們呢 他們被Uber 計程車司機都被Uber打狂 然後後來呢 美國的SEIU 美國服務業功能工會 美國的SEIU 他們協助當地的計程車司機 去成立一個合作社 然後 由這個合作社 共同出資合作社以後 來去使用 發展自己的APP平台 等於是 這個工人擁有了這家公司 我去 簡單說 我去聘請一個 城市的開發專員 來為我的服務 我不是被 那一個APP所載制 是我來載制這個APP 就是工人集體 那這個是 美國SEIU 工會去協助 這些老公的發展 這個 這個才有可能會出現 才有可能出現 然後當然 要促進社會的調整 社群 community 其實這種合作事業 大部分都要從社群開始 那我覺得呢 台灣企業工會的型態 比較難 當然 比較有機會 像韓思潛秘書長 他們這種 是這種 不管整個金融業 整個聯合會 這種大的組織 我覺得 才會有一些 比較開拓性的想法 好 那我願意其實是說 那唯有這樣子呢 我們呢 台灣財委 比較屬於自己的市民社會 跟自己的團體 台灣的市民社會 絕對不是說 每個人投票啊 這個市民社會 不是政治上 經濟上的市民社會 我們是自主性的經濟 不需要依賴國家的 產生業 你在工商業 產生業的這種協商 自己協商自己 勞動條件的自治 農民團體 生產也是農業生產之間的 協同的互相合作的一個團體 不要再被什麼什麼什麼 說 一個颱風什麼 香蕉 香蕉就要那個 香蕉就全部都要倒掉 然後就是說 要政府來買 這個是很奇怪 農民有沒有辦法做出 自己的血農民 這個就是市民社會的自主環境 生產消費 這個也都是合作的經濟 更不要說 這是我自己隨便 因為我比較喜歡運動 所以在國外 運動組織的民間自主化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 他從來沒有依賴國家的 沒有人還要依賴國家的 這個才是建立一個市民的設備 那以上我會先這一個泡磚提議 抱歉給他 好 好 非常感謝我們的歐陽 從日本 哈哈 好 好 好 我來這邊做一點補充 其實今天兩位來 都看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從公會的角度 去看什麼台灣現在目前的社會脈絡 那回過頭來我們其實想一想 就是說 各位未來我想在座的很多 應該都是勞工啊 對不對 那我們勞工這種想像 這種勞動的想像 說穿了我們事實上 其實是蠻可悲的 所謂的可悲是 我們事實上是沒有其他的選擇 要嘛你就是自己的作業者 個領戶 要嘛你就是公司的收入者 對不對 好像只有這兩種 這兩種出路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因為我們在談的這種 剛剛公議談到的 就是說 經濟民主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是 勞工 勞工這個角色 有沒有可能自己團結起來 組成一個經濟組織 這種經濟組織 也就是類似我們講的 這種合作社的組織 這個組織是裡面的勞動者 集體控制 集體擁有 集體決策 而且是一種民主管理的方式 大家是共同管理的 不是由資本來管理 有沒有 我們現在的企業型態 就是資本在決定一切嘛 比如說公司 公司是誰在做決定 股權最大的那一個人在做決定 對不對 所以在公司的架構裡面 就會形成了一個 資本最大的人 通過資本去護用勞工 所以我們常會受負責 勞工常會受負責 可是換另外一個角度 如果今天一群勞工集結起來 大家共同出資 那形式形成了一個 反轉的概念 勞工 雇用資本 各位可以想想這樣的一個查理 當勞工可以雇用資本的時候 請問一下 勞工是不是還被控制不 今天勞工在這裡面 勞動本身就擁有所謂的 生產規劃 民主的決策 利潤的分配 更重要是利潤的分配 為什麼 既然這家公司是所有勞工 共同所有的 那當然利潤就會由大家共同分配 各位 這個勞動者 他其實在合作社裡面 他有多什麼成分 他是勞動者 他是生產者 他是出資者 所以他是多元的身份的融合 那在台灣其實這樣的賣肉 這樣的組織其實要比不多 必須要談比不多 所以其實 台灣勞工政經站在一個 比較希望 把一些新的概念 做一個推廣的角度 我們其實這一系列 這已經是第二次談 有關於工會跟合作社的概念 第一次我們談的 工會跟合作社事實上是有一種功能 其實是很相近的 也就是什麼 尊嚴勞工 IRO在1999年的時候 開始在倡導所謂的尊嚴勞工 也就是 有人翻證是體驗生活 也是勞動本身 國家跟勞工之間 國家什麼樣的促習 勞工要擁有 第一個 創造就業機會 第二個 就業環境裡面 需要有更多的工作中的權利 有權利以外 還要有更多的生活的安全 權利的保障 第四個是 勞工要有社會對話的權利 這個四個面向 IRO的 尊嚴勞工四個支柱 最重要的支柱 那 工會很必然的是 支持推動尊嚴勞工 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剛剛其實 韓律師好聽著講 一塊 不少多人都有注意到 我有注意到 他有提到一塊 非正規的 非領經濟裡面的勞工 其實是很難 被工會組織到 有沒有 各位有印象有影響嗎 因為他們很零散 甚至他們很多是 常被藏在那種序 雇佣關係底下 雇佣的角色不明 所以他們很難 用工會的角度去組織的時候 那怎麼辦 IRO 的解法 其實提到 這一群呢 如果可以自己集結起來 組織成為合作社的話 事實上可以自己 創造成為這些勞動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的 我剛剛提到的 那個 WINTEX的案例 他其實是由 美國7777CWA 美國交通面書公會 所組織起來 那我會補充一下 這個工會的成員 他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單國 他有800個司機 八百個司機裡面有三分之二 都是有色人種 我想應該沒有很歧視的用 有色人 好了 有色人物在美國這些都是什麼 非法裔 拉丁美洲 亞裔 或者是 比如說 悲秘 這些 那 在美國這種社會販路裡面 這一些 我們來講有色人物 通常都是社會經濟比較低的 比較低的 比較低的 好 各位想想看 這樣一群人 在從事所謂的計程車的這個 服務的時候 咦 他們如果是個別影響個別 其實是很難自己有辦法去控制 自己的 實踐 收入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 WUBER的問題很嚴重啊 對不對 之前有一個研究調查出來說 WUBER的司機 事實上 你的薪資啊 每個月算一算 其實比美國 最低工資 7.25 很多一些而已 大概9美金而已 為什麼 因為他每一趟車騰 他自己比較負擔油脂 車子如果撞到 他要自己想把你負擔 對不對 所以這些成本扣掉之後 其實WUBER的司機 賺得不多 但是有很多 當初感覺說 好像我可以自己 控制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時間 就去買了車 就投入那個行業 如果被你負擔 2017 2018 總共六度 WUBER的司機自殺 2019年5月 WUBER就發動大罰工 這些司機就大罰工 好 所以其實 我們看到一個概念就是說 如果今天 剛呼籲到的 我們還是有資本 在控制整個 經濟生產的想像的時候 事實上 我們很難脫離 很難脫離 工會 很難脫離這種 資本的控制 即使 其實 他剛剛其實 也許可能 秘書長有一些意見 待會可以補充 即使工會 他有可能 會被載職在這個情形底下 那如果真的 我們在想要 逃脫 脫離這樣賣戶 也許可能 勞動自主 勞動自己控制 自己決定生產 這樣的模式 這跟共產的主義 不太一樣 剛剛主義是國家在決定 OK 國家的決定 但是我們談的是 勞工自己決定 我們的生產配置 那這樣的模式 也許是有機會 讓勞動有機會 就不用資本 擺脫資本 控制 好 我想其實做這個部分的補充 那今天 非常高興兩位 提供了非常多的案例跟介紹 那我們也許現場 可以 不曉得各位的朋友 想要提問 那我們就 現在已經開放 提問的時間 有嗎 好 這裡有你位對不對 我們收收集幾個好不好 還有嗎 你一位 好 那我們就先一位好不好 來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官員 到動要 跳脫資本的問題 在 是不是唯一的方式前 就是配合 全民基本收入 脫離資本 用UMI的模式 出產 或是 脫離資本的控制 進行生產 然後 聽起來讓我們 參與更多社會 跟課人 想了解 這是不是唯一解 還是有其他很多的問題 好 還有嗎 那 不然我們就先 好 音樂 謝謝大家 當然不是唯一的方式 我個人覺得 而且在現行 在台灣 目前如果 要用這個 所謂的無條件 基本收入 的話 目前的話 我覺得 在目前台灣的現況 事實上是 是蠻難達到 不會要達到 因為我們一般的 一般會說 所謂的無條件 基本收入 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 每個月每個 固定會有 定格 金額 你沒有任何人 他意思就是說 那 你可以拿到的時候 所以呢 你對於工作的想像 就會徹底改變 你不用再去 這一個 每天那樣子 做這個 什麼熊貓快遞 送餐 16個小時 每天路上 衝來衝去 去忍受 那種血汗的工作 才可以賺得到 那些錢 那 Uby的用意大概就是 希望人 可以能夠從 工作中 解放出來 解放出來 對不對 因為 你已經有這些 基本所得了 你就可能說 那我 生活無遺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 寫詩看小說 這樣子 就可以了 那我覺得這是 當然這是一個理想 但我覺得說 在 呃 但是你在這個同時 齁 如果國家要發到 這樣子的一個金額的數 的數目的時候呢 齁 那 呃 那 可能 這個國家 有很多的 基本的一些服務 和預算 可能都要被取消 才會換 都會取消掉 這個金額是非常滿的 如果我們如果一個人 因為無條件基本的時候 如果每一個人 一個月多 你可以臨到 一萬 那 你可以 看得到 台灣現在 2300萬 算下來 那 其實呢 呃 以台灣的 就業保險 失業給付 大概是從2000年開始 其實就有某種程度 在扮演這首功能 我覺得我們看那個可能太遠 全台灣移動每個 每個月可以拿兩萬塊 這 幾名 可能 台灣現在一年總預算的話 分不出來 那意思是說 你看台灣的政府 就是全部 公務人員全部取消掉 你像 那個 那個 失業幾乎就有某種程度 在扮演這種功能 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失業者 每個月 4月以後 可以領60% 6個月 那中高零 45歲以上 可以領到9個月 大概是60% 其實某種程度 就一定要扮演這 一種 這種角色 意思是說 因為他失業以後 因為有這個 這個收入的時候 他 不用 不會 迫於生活 去做一些 那一種 他那時候失業為了迫於生活 什麼工作我都去做了 對不對 薪水5000塊一個月 所以我一直做 反正我現在就是沒有 所以他有一點這種 這種 這種 我剛才說的是 失業保險它有某種的 這種 在 那我覺得說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以台灣 我覺得是說 我無能去對於現在的 像這些各式各樣的 這些措施去做加強 就我的這個 戰略會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可以達到 接近我們 就是說 吳小鮮基本首要達到的 好 好 好 看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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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個 我想要 以一個思考的方向 就知道 可以 在我下大 好 所謂政治經濟 所有的經濟 所有的經濟 需要有一個 政治面的思考 被我理解 就是 決策權 誰能夠做決定 那目前 你們的倡議裡面 就是說 這些公費的主持 到底 要做什麼決策 這個決策是 內部的 還是 公共政策 如果說 這個公費 如果像日本的模式 它只是一個 資本家 表面上成立一個公費 由受戶人的一個組織 其實它是一個 控管 這些 被受戶者 那 如果說 像 美國 我就理解了 他們的公費是 因為 他們的公費 的組織 而能夠 決策出 這一個 經濟的模式 就好像說 有基層職業的 他們 可以 自己 成立一個 有自己 意義思考下的 一個 背策出來 執行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意思 那 就好像今天 我們台灣的 這個 經濟活動裡面 這一次的 這個 進口煙事件 對 如果一部危機 如果說 坐個五百個人 應該很大部危機的話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如果說 免稅 一個人 算不代表 那你只不過說一千條件 對不對 那為什麼 這一套危機 可以聽說是 將近一萬條件 那 那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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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群人 他們 有 應用了 這個 所謂的 公共制度底下 讓他 有這樣子 一個破例條件 那這樣子 他們的 這個公分 是一個 很有 炮的 對這個 成員的 經濟利益 來講 是相當有貢獻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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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組織行為 一個經濟效益 那 你們現在在談 台灣的 不管是 教師公會 什麼 產業公會 可以來跟現在的 這個所謂的 公務人員組織的 這個 我不曉得那麼遠的 工會組織 對不對 但是他們的 對於他們的 成員 為了抽菸 這一個 意義 就 可以獲得那麼大的 那個 擁有 那這樣子 到底 你們在倡議的 就是說 這些 這些 抽菸的人 對不對 這些 所謂公務人員 性質的 對不對 他們有 公會嗎 那 如果他們有公會 那這種公會 是如果要去 效果的 這個經濟利益 有多大可能 好 那你這個 應該是會 是找 我們的 藝術長 好 好 藝術長 有點遺憾 就是說 照我們現在 國家的法律規定 公民是沒辦法 成功趕快的 那 不過我 從你剛剛 這個 結合實施的 這個 其實 我的想法 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 這個 剛剛我主要是從 台灣跟新加坡的 比較 當然 我們確實 不會說外國有 非常有教育 但是我們要去 了解說 外國的制度 可能有自知啊 那所以 新加坡 他的 就是 他的 MTUC 比如像 我剛剛講比較多的 Fail Price 他會漲成這樣 的一個 局勢跟威力 當然 他Fail的那一個 比較深層的 這一個國家的 他的 體制能量多進入 那 除了剛剛 講到的說 這個 勞工基金 Fail Price 這個基金會的 運作之外 其實 新加坡 有一個 制度 他很想學 可是呢 學得會不怕 就是所謂的 三方對話 有人講 叫社會對話 就是說 我舉個例子來講 那當然 他的 前提 是因為新加坡 就我剛剛弄的 那一個 請問詞 叫做 國家四重主義 就是說 新加坡的 資方團體 跟老公團體 他其實 還是在 政府他 可以坑斗 兩方的 這樣的一個 社會體制 所以 在08年的 京東海嘯 爆發之後 那 這個 當然新加坡 他也是 首當其衝 那 當時呢 他們的肆虐力 有飆升上來 但是 各位知道嗎 那時候 第一個 喊求要裁員 第一個喊求要裁員 還不是外商 法國製作 是他們自己 新加坡行 那 這個 這個 消息 一見到以後 政府說 嗯 你怎麼 跟我對著幹的很好 那 政府就講話 就講話 結果呢 他一講話之後 這個 啊 對不起 我也倒錯了 第一個喊猜猜 是那個 花旗銀行 就是外資 然後呢 新加坡航空呢 他就 蠢蠢運動 然後也想要跟進 就是也想要用這個 裁員 結果那時候 政府就講話 就是 蠢蠢這樣子 所以呢 新加坡 航空他本來 準備要這樣的動作 結果就 蠢蠢運動以後 就 欸 蠢蠢運動以後 那 其實 他主要就是 透過這種 三方對話 就是說 好 現在因為一個整個 不是政府可以 操控的一個 國際局勢的 突然變化 那怎麼辦呢 他除了先作戰的 好 之外 看來比較晚 兩邊的人 然後加上政府 平常他們自己也有 所謂的 英達律師 就是基本公司 那個 國家基本公司 去決定說 就是類似我們看來 這個基本公司 那 不過我們 這個是比較是 心理物理 那 新加坡當時呢 他就透過所謂的 職訊 職訊 那我覺得他們的職訊呢 我去觀察 我覺得他們有一個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所謂的 序舊合併 除了針對事業者 他也針對還在職訊 他想辦法在這個 這個 激動位置 所謂經濟比較低的時期 然後去 upgrade 你的這方面的經營 好 那各位去過新加坡嗎 大家會覺得新加坡很無聊 很開心 然後 2011年以後呢 這個 李顯龍呢 反正就是 硬著幹 就是開了感覺做農場 一個在冰造 一個在聖討商 可是之前他們的國策 至少在李光雄的時候 是絕對不可以搞這種事 你看他們連交國槍場都不行 怎麼可以讓新加坡的人們去 吹迷賭博呢 好 但是沒辦法 謹記這樣子的經營 他們也是 但是呢 他們的這個 在職訊的部分 他就是結合就是 公會 跟政府的職業 那 新加坡他是一個 我們剛剛講 他其實是商務為主的 就是如果你到新加坡去 大概都是因為去 商務的會議啊 談生意 大概很少會有 這些 大家請太多人去新加坡 去新加坡市 那他們的計程車司機 就很有趣喔 政府會說來 你來你來 你來 然後我 我舉例來 他們就 安排相關的 這個外國的課程 那你說奇怪 那新加坡不是講英文嗎 對 但是 他們希望說啊 這些司機啊 他能夠去 從這些訓練課程 然後 比較有系統的去 就是 幫這些商務課 因為這些商務課 他可能兩天或三天 會議開完以後 他可能還剩下一天 因為 他想要 因為他附的起 他想要 租一輛建設 然後載著他去 觀光這個 所謂的城市國家 所以他就是訓練這次機 多多了解 新加坡一些 所謂的反實力 包括新加坡的歷史啊 他的一些文化啊 等等 阿好叫水平 來跟上課 然後給他一些經濟 因為他如果來上課 就沒有收入 那幾個經濟 那這部分他們的 這個 跟農會的這個 合作 那這些 這些計畫 這些訓練的想法 其實他們是透過這種 當作對話 這樣的一個方式 去完成 那 再來你說 包括請他的 包括他們的 居住的這些 那當然有人就講說 剛剛我後來講 83%的 新加坡人是 住在公屋 那其實 這些相關的 防禦的政策 當然 我們也不用 一味的去 送揚說 這個國家 都好 其實新加坡 我跟各位講 他會移工 是非常的 歧視的 歧視 那個 我一個新加坡的 公園朋友告訴我 他說 韓啊 你現在看到的這一些 什麼 付扣的 或是這些 那種小吃店 我們新加坡的年輕人 是不幹的 然後都是這些 中國來的 東南亞來的 然後 心血量的很低的 然後 工作時間超長的 但是你說 新加坡政府 管不管 新加坡政府 是 你看 他們連股廠 都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開 然後他們的 那個 你去過那個 亞洲那個地方 那個風化區 他們就是 臉不見為敬 然後 你要搞這個 色情交易的 你就給我 在這個 這個地方 那 所以 這一些 我們所謂的 民工的 在新加坡的 這一個地方 那種 生活的條件 也要 因為他那邊的 勞動條件 其實也是 很糟糕的 但是 但是又怎麼樣 因為 後來大概 他們是沒有 沒有去 我想說 他們沒有把 新加坡政府 那 所以 比如說 你要看一個 制度的比較 好壞都要看 好壞都要看 我大概就這樣 可以 好 好 非常感謝 事實上 今天 我想其實是 給了 兩位講者 給了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意見 跟觀點 進來看 到底工會未來 有期會做什麼 還有工會先天上的局限 他是不是可以結合 什麼樣的能量 去創造更大的 事實上 今天的題目 有一個根本 最原初的命題 後來被打架 我的問題是 工會有沒有 社會責任 的問題 有沒有 工會有沒有社會責任 我們剛剛講 企業要有社會責任 對不對 那請問他工會 有沒有社會責任 的問題 我不曉得 各位有沒有思考過 這個漫文下去思考 也就是說 所有的經濟活動 只要處理到 環境的經濟活動 都跟社會 有緊密的連結 那既然 工會也是 一個斷面 主持一部分 他跟社會的連結也是 我想事實上 剛剛兩位都已經 蠻多 在回應 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 其實台灣的環境 凡事起同難 我想未來都還有 非常大的一個發展 不過今天其實 從工會這個角度 我們已經看到 另外一種想像 那我在這邊 也做一個預告 事實上 我們在接下來 還會有 系列 希望去談所謂的 經濟民主 跟合作經濟這樣的想像 那下一場 八月份 會是從 剛剛我提到的 非 也 就業者 或非正規經濟底下 勞動者 合作社 合作經濟 這個組織 這樣的形態 能夠幫助 他們做什麼 他們能夠從這裡 得到什麼樣 不一樣的 就業的一個發展方向 那九月 我們其實會提到一個 特別來臨 他長期專業有關注 經濟富權這一塊 他對這一塊 也就非常深 我們剛剛講 女性 事實上在整個社會 有非常非常多的 就業歧視 對不對 OK 可是 就業情勢 這樣一個情境底下 那 合作經濟有可能 形成一個 不歧視的環境 或者是 合作經濟可不可以 促成人性 經濟自立的機會 經濟自主的機會 我想這其實 都是我在做合作的研究 都是經濟研究的 你看到非常非常多 國外有蠻多這樣的案例 去促進 某一部分的系統的導正 我們在講的系統的導正 我想這其實後面 我們老在還會有一些 面 希望能夠多談一談 有關於 經濟移舉這樣的一個 策略的發展 那也非常感謝 今天各位 來臨臨我們 哲學星期五 那這裡 是卓專有書提供的一個場地 那我們也希望 各位 待會有機會 以後藉由消費支持一下 這種 促進社會 一個 有力量的 一個團結 一個組織 不管他是書店 不管他是工會 或者是 他是一個協會 我想 非常感謝各位 今天的歷景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 就我們到此結束 好 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